五六十九分来关心天气 我是吴轩彤 今天台湾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有午后雷雨 只是这午后雷雨 都比较偏重在山区 在新北的乌来 还有在南头 有来到了20毫米的湿雨量 而累积雨量也不过才30毫米 所以今天都没有发布大雨特曝 但是温度很高 高温资讯是频发的 尤其今天的最热的地方 出现在台北的信义 来到了37.8度的高温 我们来看明天天气 明天温度上大致还是一样 西半部33到35度 那么东半部地区稍微凉一点 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33度 而至于降雨 从礼拜五开始 水气会稍微的增多 跟今天比起来比较不一样 而且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会稍微的再提高一点点 但是我们来看到 未来一周的天气 你会发现 其实礼拜五之后到礼拜日 它是属于第一阶段的增雨时间 但是雨量其实还不会到特别多 这时候太平洋高压是有冬退的 同时在排湾旁边的低压 有略微的靠近 所以这时候雨会逐渐的增多 比较偏重在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再上去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以及它的强度会略微强一点点 但是真的要到比较明显 可能真的要等到下礼拜日 下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这雨是变得更多 而且不止局限在午后雷震雨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 也会有中午之外的早上和晚上 海陆风符和降雨也会因此而提高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几天的雨会逐渐的增多 当然下礼拜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还是要特别提醒温度很高 尤其西半部地区 30到35度以上的高温 不排除还有可能出现 37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在台北地区很热 高温资讯还是频发的 一直有可能会出现渠色灯号 而至于大家也关心这山山台风 虽然它不会来台湾 但是如果你有计划要到日本的话 要特别留意 因为在未来几天 它的强度还会再持续增强 目前不排除 它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等级 并且靠近四国这边的位置来登陆 而到时候这雨和风 就会逐渐的增大了 但是因为它过的时间很快 可能在下礼拜一二的时候 就会逐渐的通过 并且会转为一个比较弱的气旋 慢慢的往东的地方来带走 但是这一时之间雨还是要注意 这行程上面的安排 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没有可能耽误到 最后还是要特别提醒 回过台湾 我们这几天的雨会逐渐的增多 温度还是一样热 尤其没有下雨的时候 要做好防晒 以及多多补充水分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